over to you 就是在做功课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三种 能够影响我们这一个 决策的技巧是真的真的很棒 那也很感恩刚才Margaret 还有Marcus的分享 那我就想到今天早上 其实我一位朋友 当他知道我的年龄的时候 他就很惊讶你知道吗 因为他比我年轻十多岁 他就问我是什么让你这么年轻 什么让你看起来好像跟我一样大 那个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的产品 SOD那就是两年多前 就是2020年2月到现在 就是我和Juny 我们两个基本上没有停过的 这个其中一款产品 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 就是每家每户要拥有一瓶 OK拥有一瓶 所以我每次都形容说 这个SOD是我们身体的支柱 所以这个支柱能够帮助我们 维持我们的生命的那个样子 好那我现在就来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SOD 好OK那三种快速决策的技巧 那这个三种快速决策的技巧呢 就是我刚才讲过了 是由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 那就是Jeff 就是Jeff 贝索斯他提出来的 那对这个贝索斯来说 好的决策 好的决策就是要做出快速 还有简单的高数字的决策 所以就是说让这一个业务 还有创新的成功 就是能够在让我们在这个事业上 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命上 那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机会上呢 能够拥有这个快速的成功 所以呢那哪三种呢 其实就是第一 知道我们正在做出怎么样的决定 所以知道我们正在做出怎么样的决定 所以对他来说 他觉得其实这一个决定 那都有两面性的 对两面性的 所以呢这个两面性呢 有时候呢就是说也有 做命 一定会有带来一些反面 他就是说我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就会面临这样的结果 我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也会面临这样另外一种结果 所以呢那当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 他对他来说 其实是需要这个 是需要这个速度的 所以他说做出决定的时候 有时候呢需要我们深入的思考 但是有时候是只需要这个速度 所以呢他说当我们决定的时候 好那我们决定了这样做 那我们可以如何去做呢 所以我们决定好的时候 我们就要一点一点一点的来 把它一刀切 就是就是我常常讲的 我们要把整个大目标来分割成小目标 那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那大的方向决定了 好那我如何去做的时候 我就分割成小目标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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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做 所以呢在这里呢 他就讲出了 当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 我们要很快的做出决定 那当我们很快的做出决定的时候 我们就要从这个决定当中 去以来出来做出我们的行动 那行动就能够变成一个习惯 习惯就能够决定我们的命运 所以第一个是知道我们正在做出怎么样的决定 那第二个呢 其实是他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一个叫做70%的信息法则 OK 所以呢若一旦讲到这一个70%的信息法则 就是这个亚马逊的创始人被所思提出来的 所以他讲到了 其实当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 只要有 只要有70%的信息 其实就够了 所以呢因为呢 等到我们知道一切的时候 就会减慢我们的这个决策的过程 所以他说你处理问题的时候 其实只要有70%就够了 那么我们才决定去下一步 他说很多人都要等到90%才来做决定 其实那个已经是很晚了 因为呢你一旦等到90%来做决定的时候 很多别的公司其实已经知道了 已经在做了 所以呢那如果说这个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错的决定的时候呢 其实等于好过没有决定 OK这是对他来说 所以呢我们一旦掌握了70%的信息的时候呢 其实他说其实错误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OK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他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一个70%的信息法则 那在我们的Sysmo有什么 就是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呢 那其实就是说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呢就是说真的 可能新伙伴要了解我们公司 他说OK我要知道了全部 知道了全部的细节的时候才来加入 其实说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已经慢了 尤其是我们的奖金制度 我们的奖金制度的话 我们越快来锁定我们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已经先比别人更快了 在这个更快的一步了 所以就是说那告诉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OK我们只需要掌握70%的信息 OK就够了 然后就是就去冲就去行动 那新朋友进来的 那就是在这个行动当中 就是在不停的行动当中 才会慢慢的掌握另外30%的信息 所以说其实是我现在两年多了 我都不敢说掌握说 存在什么100%的信息 那对我来说 我只能是跟自己讲 我只是掌握了70%跟80% 其实就是已经够了 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学习 好吗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及早处理问题 他说在一个团队当中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 那团队的成员呢 其实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 会导致我们的团队 就是组织会变成说一团糟 所以当我们一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提出问题 来及早处理问题 给及早处理问题 所以不论是在家里 还是在学校 就是在工作当中 我们不论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要去及早来处理 所以就是说对他来说 那在这个团队里面 那怎么去处理问题呢 他说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有碰到这个 不同意的问题 但是他都不通常都会提出两个 那第一我们是要不同意吗 还是另外一个要顾全大局 所以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团队里面 那很多人都会说选择 我要为了顾全大局 虽然我不同意 那我还是这样去做 所以呢 整个顾全大局的话 大家就能够有一条心 所以他把这个愿景 把这一个面对问题 能够解决的方向来解决了 所以就是能够及早来处理 来了解说 好那我要怎么去做 我要快速去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对这个贝索斯来说 他的做事方式就是先快速的完成任务 然后再来及时解决里面的这个小问题 所以他每次都说 所以就是说这种做事方式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行动当中 赶快做好决定 然后掌握70%的这个信息 在这个信息当中 我们就不断的去优化 遇到问题 我们就及早来处理问题 同时呢 让这个团队会更好 让这个团队大家就是有拥有 一条心 然后向前进 好吗 那今天呢 就是我就很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这一个西欧语录 西欧呢 他其实有在Facebook 他有一个这个 Docona Bargay的这一个Facebook page 大家可以去跟踪跟随 OK 当然他分享的都是泰语 那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 把他的一个些分享 然后我们来把它变成中文 或者是英文 用自己的话 自己的理解来跟大家分享 那他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就是快速决策 处理问题的技巧 好吗 所以大家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 好 那我把半个红枪给住你 谢谢小月 来我们来打上一个三三三三三三 给小月 因为三个快速解决 决策的那个 快速解决 决策的速度 了解的速度 OK打上一个三三 也是上的意思 让小月赶快上 Diamond 好不好 哇 今天他所分享的 你们有学到吗 其实说的也没有错 但是听得懂跟有趣做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 下一位我要介绍的讲解老师 是一位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 我也很感恩这位老师 因为他可以让 其实他的 就是他的兴奋度 很容易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有跟他接触的人都有被他感染到 然后呢 他无私的那个领导作风 很快的就 就是很容易 被大众去接受 他从来不看你的聘位 是什么聘位 他从来不看你是 哪一代的朋友 新朋友或者旧朋友 只要你跟他说你要 他就会全力以赴 拉你一把 握着你的手 带着你走 那这位 我下一个要介绍的领导人呢 他是我们新马 的第一位 Diamond 也是我们的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的 001 因为不是他把这个 Success Mall 带入马来西亚 新加坡也不会 间接有Success Mall 这个平台 那他在二十几年前 在A公司 所得到的 一个拼接 很快速的就在 Success Mall 三年里面 所取得 那他下一个主题是 教你如何快速 我参加一百多天 我参加一千多天 我从2017年 就开始这个生意了 那首先是 我要讲一下 因为今天的时间 应该还剩下之后的 40分钟不到的时间 OK好 那我就再讲一下 如何 和开始你的财富自由 那等一下 Marcus帮我 Share the slide 那首先 这我们就知道一下 什么是财富自由 那各位 财富自由 对很多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人就认为 讲说财富自由 是你要很有钱 很多时间 那基本上财富自由 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短短几句话 就是说 就是你没有钱的问题 你没有钱财的任何问题 就是财富自由 这样子 大家各位望一下 看一下 今天我们所住的屋子 所驾的车 其实不是我们的 这个梦想家 也不是我们的梦想车 其实不是我们的能力 范围能买的车 就是因为 这些目前我们所拥有的 就是我们口袋里面的范围 这个控制了 这样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各位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相信我们这边 目前有50个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追求财富自由 有一些人追求了一辈子 有些人追求半辈子 都还没有财富自由 我们讲说找一口饭 这绝对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是我们来这一生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财富自由 各位认同们 我们说有钱有时间的 百分 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人 一种人是有钱没时间的 一种是有时间没钱 一种更惨就是没有时间跟没有钱 但是我们这百分之28% 那就是有钱跟有时间的 但是重点是我们找了这一辈子 我们发现我们手上那一个工具 并不能带我们迈向这个有钱有时间 大家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张赛 OK那各位 什么叫财富自由 那这张赛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在2017年3月3日参加 它是比我早两个月参加 目前它是Blue Diamond 这个呢是在去年的这个 它的这个架构 它现在目前已经去存求其中一位 就是每一个月拿满塞客 各位记得 是去年开始 它已经是每一个月拿满塞客 就是144天马币的人 就是它这个 maintain了一个250分 它不过它maintain820分 上一次 这个是老板他们发给我们的 各位你想一想看 那今天如果 我们今天 我今天我说出来是告诉大家 其实通过这个生意宅贷斯莫 我们能做到的 如果你算是在2017年去年 去年是2021年 它四年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生意里面 它能够带领我们卖项 就是财富自由的这一刻的 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很多人已经证明 不管它在缅甸 柬埔寨现在也是有了 柬埔寨缅甸泰国 已经有很多位 就是每一个月 就是拿满塞客的 也就是说 今天的短时间之内 我们能拥有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就是说你想休息就休息 每一天都是 every day is a Sunday every day is a holiday 这就是我们所要的 各位是吗 OK好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今天 我们想拥有这一些 各位 很多时候我们讲成功 其实不是说 你付出什么 成功其实是 你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样子 我相信每一个成功的人 他都是在他的过程当中 他总是会 失去了一些东西 这样子 包括一些家庭 这样子 我就讲到在之前 我在A工的时候 我相信 官城 Alex大哥 他们都是走过 这个直销这个行业的 曾经能达到 某一个 这个辉煌的一个 一个境界 我们总是会失去了一些 跟家人相对的地方 所以每一次 你看Alex 每一次我听他的开场牌 其实是很感恩的 很振奋 他就感谢谁 感谢他家人 感谢他太太 感谢他孩子 感谢他的上线 感谢每一个人 他都是以感恩之开始 为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能走到这一步 其实我们家人 给我们支持 这个很重要 各位是吗 因为我们总是在过程当中 我们是去陪孩子 陪家人 尤其是在他们的环境时间 但是我们把它来串念 但是在某一些行业里面 我们可能需要 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satism 绝对能够 让我们在短时间 能够达到 我们有钱 有钱 就是财富自由 当然 如果今天我们想 得到这些东西 各位 刚才我们是看到 哇 好棒 很好 但是总是要做一点事情 各位记得 我们要得到某些东西 我们总是要 去做一些事情 那搜索什么 我们看第一张 OK 那 今天如果我们讲说 你今天 我们今天我们有十个 快乐 各位认真看看 我们有十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要非常清楚 你参加这个生意的目的 各位很多人 我上海 其实我们讲 back to basic 我们每一天 都是我们讲基础工 这样子 你要很清楚 知道 像我们系统里面 4.4有讲过 就是6Y Y Y Y什么 Y business Y network Y success Y SMA Y n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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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很清楚 到为什么 你参加这个生意 你要百分之百 的知道 为什么你参加这个生意 很多人的 Y是不一样的 是因为别人参加 我看到这个生意很不错 我就参与 试一下 我就尝试一下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尝试一下 我们就希望有好的结果 是做不到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是当初 我从第一天参加 我从泰国那边签的时候 我是在泰国签的 OK 我不知道怎么来讲 我在泰国 在总部签的 我一签下之后 我决定好 要做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我已经很清楚 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生意 虽然那时候 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一下 Why you drive this business 你要很清楚 非常清楚 时常不要忘记那个目标 那个目的 你为什么参加 为什么我这么讲 如果你今天很清楚 你知道你为什么参加的时候 你在过程当中 你遇到一些问题 真的不是问题的 So what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 总是会遇到一些挫折 会到一些拒绝各位 是吗 会做到一些 我们讲说 残疑的人 我们讲说 我们是签的人 我们见到很多人 就不参加 参加的人就不做 做的人就不久 做人和成就不成功 这样子 那就是职销业 职销业里面 我们所面对的 但是如果你很清楚 知道你为什么参加 这个生意的时候 这一些过程 其实不怎么样了 我再回想一下 我在这五年 一千多个日子里面 我不知道多少人拒绝过我 我相信拒绝我的人 是比我被 就是我签的人 更加多 但是So what 那一天 我曾经去签他 不要的人 到现在各位 他还是每一天 埋头骨干 我们一定要记得 要抬头找答案 不要每一天埋头骨干 所以当你很清楚 知道 Why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 我们讲到 要为成功找办法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 你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今天来这个生意 就是要成功的离开 各位 所以当你清楚了之后 这是第一点 所以回去问自己一下 到底我们今天清楚了没有 问自己 要时常问自己 清楚了没有 这是第一点 当你很清楚之后 第二点就是 你要快速掌握 快速掌握 我们讲到 在这个刚才我讲 这个Why是在4.4系统 所以每一次 我在讲系统很重要的 3456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今天你很清楚 3456你在应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那个威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第二点就是 快速掌握 只是这个在我们4点 一个4点 你要掌握 公司一些背景 你要掌握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制度 这个产品 系统 怎么讲呢 比如讲这个制度 刚才 小燕有讲说 那个制度 你要很清楚 对我来讲 78000 对我来讲是不够的 我要百分之百的 掌握这个制度 为什么我这样子呢 我们今天就好像一间店 各位 如果今天 比如讲你开一间店 人才来问你 我就假设性 例如今开一间店 Duni开一间店 来问你 Duni 请问一下 你的店有卖什么东西 就这样子 说例一下 我不知道 我查一下 请问一下 对方对你有没有信心 是你有信心的 所以今天 你要很清楚 知道一下 这个公司的背景 到底几年了 什么时候 这个就是在 泰国上市了 然后有几种产品 大概你就知道一下 有一六大系列 这样子 制度你要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 因为当你了解了 制度之后 你会非常的 心疼 我非常的 是因为我在泰国的时候 我只看到两个制度 就是还有五种收入 对我来讲 那时候讲说 赚事 几以上 你可以享有一次性的奖金 对我来讲 那个不适应我 你讲FOB 你讲说 Litio Profit 你讲说Star 不适应我 最适应我就是 Psycho and Machine 就是那两个 我很清楚之后 我今天非常的有信心 因为我知道 这两个是最大块的 我很快就拿到了 所以就是我当我掌握的时候 掌握产品 哪个的产品 你不需要从A到Z 你把他挡 好像我们不是 好像Zuni这样子 一讲产品 它好像鬼山神这样子 它可以把产品 讲到好像 能好像 你不想买的不行 这样子 对我来讲 我只要掌握 那是什么实验 对我来讲 我掌握肥水 我之前 我不是卖肥的 但是我这样对肥 相当的认识 好像SOD SA 他们讲Square 尤其我卖Square 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基本上我讲10个 8个会买 会相信我 这个Square 所以我只要掌握 10样子就好了 那今天你掌握了产品 掌握了系统 什么是3456 掌握了3456 你任何时候 你只要问我 3.1是什么 3.2 3.3 4.1 我都只能告诉你 系统 是非常多 你非常清楚 当你掌握了之后 你这间店的膜 就已经有了 所以任何时候 任何顾客 只要进来你的店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要什么 你都能给什么 今天为什么人家会跟着领导人 就是他跟着领导人 领导人能给他 他想知道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走在前面 后面没有人跟 在这上步 领导人是走在前面 后面有人在跟 这个在领导人 各位是吗 所以今天 人家要跟着你 是你要有过人之处 你要的东西比人家多的 所以今天如果说 比如说Example Example 今天Zuni签我 那Zuni 那么你告诉我的 那个制度下 sorry一下 我不是很清楚 我问一下小燕好不好 那请问一下 我对Zuni还有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 所以今天你那个 那个膜 那个原板店 你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为今天你那个膜 那个膜可以知道 很多个膜 所以你本身要掌握 记得在一个月时间里面 我讲过制度是使得 系统是使得 产品有点活 那你掌握了之后 基本上 你想慢都难了 所以你掌握了这个 第二个之后 各位知道 你要掌握第三个 就是我们讲产品 各位 很多时候 我们讲掌握产品 很重要是吗 我们讲说 我们这个生意里面 分了两种 这个第三个 然后你参加了之后 你参加了之后 我们讲说 你应该选择 宣布还是ES 各位是吗 但是你要记得 今天我们进了会员之后 我们有两种的 这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你成为 一个顾客群 顾客群 是不需要成为ES的 顾客群 是不需要成为宣布的 顾客群 就是我进了会员 我什么时候想买 我就买产品来用 就在顾客群的 但是如果今天 你本身今天 52个人 如果你是成为一个 就是经营者的话 你还没有成为ES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生意你还没有看多 你还要回去 基本点 best to basic 你还要去了解一下 Why you 就是那个4.4 6Y 当你清楚了之后 其实有这样的ES 各位记得 不是叫你买产品 来顿货 买产品来试用 各位 我当初我参加了说 基本上现在每一个产品 我都用了 除了这个Glip Plus 我曾经也吃过一粒了 我试一下有什么效果 但是还好 没有什么事了 所以各位 你要每一个产品 你都要去尝试一下 所以你成为ES 买这个产品 来自己认好 尝试的时候 我们讲说 今天要成为一个顶尖的 顶尖不是Salesman 我们讲今天 我们去外面 我们时常 我们搞出一个事情 我们是卖产品 当我们在卖的时候 很多不喜欢的 因为我们在卖产品 人家就要花钱了 当我们去见每一个人的时候 他觉得 你是来让我在我的钱包里面 少一些钱的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去让 给对方 We are not selling sold We are selling cold 我在卖一个希望 我在卖一个观念 我在卖一个机会 给每一个人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每一次 我告诉那些经营者 我们去外面 我们不要再卖产品 如果今天产品 你本身没有试过的话 那就卖 如果你试过 叫做分享 你分享产品 人家看到 我们在吃这个产品 我们像他人 我们讲说 文霞你看最近 他喝了SOD 他真的是年轻的 OK 当然 原来你是吃 喝了那个SOD 会这样子 人家是希望 从你的身上 看到一些奇迹 看到一些改变 看到一些不一样 那我相信了 那如果今天我们说 这样子 你就拿回去 你就回去 把我们的这个 OPRO一天吃一粒的话 我告诉你一定完蛋了 因为我们本身 要知道一下 我们OPRO是粉赚的 是有些人 讲着讲说 所以今天你要马上 试验产品 对于那些 这个试验产品 在我们的6.1里面 有讲过系统里面 等我 还是100%用适 那各位 如果今天这个产品 你没有法子完成 一样是买来自己 愿没有这些产品的话 我们不断在做 Sales被你会做得很辛苦 我们不断在 在做这个销售 OK好 那各位 那各位 我再讲一下 我们讲三点之后 OK 讲第四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 马上安排 当你了解这个产品 OK 谁在开卖 是我的卖 OK好 那 刚讲什么 OK 我们讲说 我们产品 我们了解了 我们制度 我们很清楚了 我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 参加这个生意了 我们就马上 安排你的行动计划 跟领导上 这个在3.3里面 有讲过 你今天参加 你必须跟你的领导 对上领导上线 必须要安排 计划你的行动 行动你的计划 这个很重要 是这样 很多时候 对于我来讲 现在 我再告诉你 告诉你个好消息 OK好 我现在在这个生意里面 在1000多个日子里面 那我今年 我又符合了 去这个法国了 OK 去法国 然后我 基本上这个理由 我根本没有去看 他多少分的 他每一天 每一年都符合了 所以接下来 我相信 在我的人生当中 如果我还有喝SOD 继续喝SOD 我还有吃Squad 我还有吃SLA Plus 我相信我应该会活到85岁 也不要太老了 太老就这样 怕累累家人 老爸说就OK了 我还有30多年的时间 我在想 我的人生当中 这还有这10多20年 我们讲70岁以后 如果我们真的 还每一天旅行的话 可能有一点点 行动不大方便 但是如果在 我们在这10多20年里面 我们还可以每一年的 受到这个SUSSESMOR 的这个邀请的话 每一年两次海外旅游 这次我们有去到Cruise 也去到这个 这个这个法国 那我希望这个法国 因为现在目前很遗憾的 马来西亚目前 只有一个符合 OK 那么如果能的话 我们现在等着第二个人 看马来西亚能不能再创造奇迹 跟我一起去到这个法国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在这个生意里面 你不断的在分享 你清楚知道 你不断的分享 然后公司每一年 邀请你去出国 各位你说好不好 所以人生 我们这一辈子 我们讲精彩的过这一辈子 OK 我们讲到要多知多采 不要多灾多难 各位是吗 所以你就要马上安排 你的行动计划 什么行动计划 你要知道见谁 你知道明天 所以我来讲 我的Glander里面 基本上每一天是满满的 每一天满满的 我们也知道 这个行动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像观传大哥 还在我们的东马 还在这个古镜 在沙拉瓦 他去了好多天 他明天回来听讲 他这一次满载而归 各位 各位想一想 我们在开启这个生意之后 你必须要行动 各位 很多时候 这个生意就是做 你不想做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生意里面 你想要成功 要有这个 不再值得收入的 各位 要知道是这样 你在做一些事情 就是你平常没有做的 一般人不想做的 各位是吗 就是要去见人 然后可能我们就要跨州 我们可能需要 好像观传大哥 去到跟这个Kennie OK 这个有high five by the name 去到这个东海岸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跟人家分享 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 我们请愿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讲说 就算苦一点 好不好 你当作苦就苦了 就苦一下子 我们讲 情愿苦一下子 不要苦一辈子 是吗 所以说今天这个生意 你只要认真养三年 我们讲 信信复复过晚年 各位 所以当你知道说 你每一天 如果今天你发现 你的行动 每一天 好像不怎么样的话 各位记得 你不要期待 下一个月书号 有什么收入 各位 所以你要每一天 每一天我看到这个Alex 其实我给这个Alex 跟观成大哥影响很大的 我看到他每一天 每一天都call我 每一天都去见 所以每一天 他下个月还要去 买了Alex 这个是车 这个叫车轮站 观成去先 这个又他去 然后到我去车轮站 当如果今天 各位 如果今天 OK 你真的是每一天 把你的节目 安排的满满的话 我讲过这个生意 这样子做 不是做一辈子的 你就是做那一两年 我们当初也是一样的 就是不断接人 不要 你不要太过在意 人家 要还是不要 因为这个 他在生意里面 最多是 最大最大最大的 这个 结局就不好 就是人家理解你 是吗 最多人讲的 不要吧 是吗 不要收入 OK 收入 不然你要记得 当你有了这个 这个安排之后 你让自己 每一天都很慢 尤其是现在 我是夫胎的 OK 所以当时 我的早上睡得 比较扯一点点 但是我一起来之后 基本上很多说人家 我留着信息 我就没马上就回 有什么 太多信息了 所以当你把这个 每一天 应用的零零 尽气的时候 各位 比较知道 奇迹很快就发生 因为奇迹 是由人去创造的 各位记得 所以如果你回去 看下你的 概念里面 还是没有什么 新的了 各位记得 我们还做少了 一样东西 各位记得 老地里 有的是 我们要自动自发 谈你这个会议 为什么叫自动自发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会议 OK 我们今天我们讲 所谓的最后会议 其实我们来参加会议 来说什么 来学观念 来学替调 人际沟通 是怎样应用 这个FOR 是吗 我们在老板上 讲一句话 我永远就要这句话 今天你要把这个生意 做到成功了 五个东西 你必须 你不能少的 第一个什么 就是mindset 观念 不是观念吗 mindset toolset mindset skillset toolset 然后就是我们讲 那个teamwork 跟character 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 所以我们在会议里面 我们今天在会议里 我们每次在听 谁听到些领导人 在讲什么 讲观念 讲技巧 讲怎样把人际的沟通 做得好 怎样应用这个FORM 我们参加会议不是浪费的 各位记者 如果今天我相信 对于那些 真正在从事这个生意的 我基本上我相信 不愿上线 每一次要发信息 来啦 参加会议了 如果是这种 我们成为一个领导人 还不能够自动自发 参与星球的会议的话 那我先讲一句话 我们离成功 还没有那么近 各位是吗 我们想这个 你要自动 你把星期五 跟星期那一天 你要列下来学习 有人告诉我 哎呀 刚好今天晚上 我遇了一些人 除非那一个人 告诉你 今天晚上你不出来 我就不参加 或者说我不 可能是某些情况 那么他们两边话讲 要不然的话 你把这个星期五的会议 你miss掉的话 各位你要知道一下 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想说离开会场 OK就进入坟场了 各位 这句话我先记得 离开会场 你一定进入坟场了 那今天我们的学习 学习观念 学习技巧 当你越学越学越会的时候 基本上今天我们迎人沟通 其实是很兴奋的 我看到人特别兴奋的 因为看到人看到机会 看到人看到希望 总之现在 我告诉你 现在福利宾 已经如火如茶了 如火如茶的进行 对吧 而且在这 应该这几天 最新消息 这一两个礼拜 公司会选择总部的 因为现在目前 有五个总部 给公司之损 公司会决定 一损下这个总部 我告诉你 可以告诉你 我很有信心的 我告诉你 菲律宾会抱得很可怕的 各位 所以对我来讲 哎呀 太棒了 是我每一天 睡到我都笑着睡的 各位 千万不要流着脸泪 睡着 是笑着 因为我睡着明天 充满的希望 不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生意 这个制度 这样子的一个 办的一个生意 让我走向越好的明天 各位记得 很多时候我们讲说 在传统事业里面 你今天好 不代表是你明年好了 你今年好 不代表明年好了 但是这个生意 你今天好 明天更加好 明年 正好 各位是吗 所以今天 各位记得 你是领导人 你要自动自发 每一个星期五 我相信 我希望看到 每一个人 是自动自发了 参与这个会议 可不可以 然后第六点 我们看第六点 OK 自律 各位 我们怎么说 这个discipline sell discipline 很重要一些 因为这个生意 各位记得 sell discipline 第六 OK Makas大哥 第六 对了 这个很重要一些 因为我们这个生意 因为你是自由人 你是free man 没有老板 记得 你的上线领导 我们的生意合伙人 不是你老板 你也不是你的 领导的老板 各位记得 所以这个生意 千万不要做order 你应该这样子 你应该一天 接五个人 你应该这样子 你应该这样 不是的 因为今天 我们这个生意 就是太自由 没有人管 有些好 有些不好 为什么 因为在公司 你为什么准时上班 因为老板管 因为上司管 因为公司 有个制度 你必须几点上班 几点上班 各位 是吧 那这个生意 没有人管 你很自由 但是自由一点不好 但是你要sell discipline 你自己要知道一下 今天你应该做什么 那些我们讲partight的 你做完工之后 你应该知道 你要见谁的 我们讲7-11 是for那些partight的 7点到11点 那个是环境的时间 你必须要好地应用它的 不要把这个时间放在TV 有TV就没有PV了 各位记得 所以你不断地 在用7点到11点 上面的时间 你要去见谁 然后你应该做什么东西 尤其在我们打工那些 打工的 可能在休息之间 你应该要就是 连续一些电话 这样子的 你要很自律的 你应该知道一下 你应该做什么 如果今天这个生意 我想讲一句话 我的保险的人 今天离开我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非常自律的 我知道我每一天做什么 我知道我明天 应该做什么 我已经在Glander 全部写好 对于那些吃餐 有看我Glander 我就写 我的Glander明天见谁 我后天见谁 下个星期 我全部写得很清楚了 叫Sell Discipline 这个生意 如果你没有法子 做到Sell Discipline的话 你还要领导 每一次都做 是时候我们去签人 是时候进来的话 我告诉你 我们还是离成功 有一段自律 所以You must Sell Discipline 你只需要自律 这个是很重要 而第七点的话 你要准备有 够的工具 各位 我再讲一句话 这个生意不难 这生意真的不难 直交这个行业 其实并不难的 难在于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不知道 所以变得难 尤其是Size Small 你讲难吗 真的一点都不难的 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去签人 我们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我们少了一些工具 对我来讲 如果今天我是讲肥料的话 我基本上 我的车一定有肥水的 一定有组织的 一定有组织的 一定有一些东西 Catalog 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 准备什么 Tool Set 那个是很重要的 这些工具 你必须要准备的 如果今天 好像那天 我去到跟一个新的领导 我们驾到车 应该昨天吧 他应该在这里面 我们昨天我们去到这个 叫什么 过了谷布 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去那边 说我们讲肥水 我车上 你带这么多东西 是了 我必须要准备一些 就是肥水一定要了 因为很多时候 人家是看到跟听到相差22倍的 我们讲肥水几 但是肥水怎么大 我们有一个厘米几大 没有别人看 这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厘米的 这是 这个是 这个是这样款式的 我们有 我们有一些工具 比如说我们有那些 Magazine 我们现在不是出了 第二本Magazine 那个Magazine 我们在车上 我们一定要翻 然后我们的 Catalog 一定要翻的 还有 3456系统 你一定要翻的 一些产品 基本的 Mouse Spray 你一定要翻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说 当人家决定要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那一扇那一扇 你说 不要紧 可以的 我刚好没带来 明天寄给你 他可能今晚 他回去想一下 他就不要了 所以准备的工具 你一定要 所以很多时候 一个人 他是认真跟不认真 其实我们就看 他的这个准备的工具 我们知道了 各位 所以今天 你要在这个未来的 可能一年半 到两年时间 让我们的这个 财富 治愈我 各位 你就坐这几点 就够了 各位 几点就够了 各位 我告诉你 今天 我可以讲算 我是 你想很有钱 没有了 但是比很多人 好很多了 可是告诉你 现在我在找 第二轮车 我不知道买什么车 好 各位 就是我告诉我 自己一下 今天还好 当初 我选择了一间 我当初 我相信 我可以做到这公司 不管这些人 要不要 那些不要的 都过去了 我可以告诉我自己 我的未来 是越来越好的 我们不是一首歌 我的未来不是梦 所以你自己 时察 告诉自己 是为什么 我每一天 任何时候 每一个人 看到我 都是那么幸福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你 我看到我的明天 我让我的明天 比今天好 我下个月 比这个月好的 所以你要慈禅 因为很多新的朋友 看到你 我们是代表公司 各位 我们就是公司 人家看到我们 就看到 所以今天 你要非常地有信心 相信公司 相信产品 相信制度 相信老板 然后相信组织 就是相信自己 OK 然后第二点 就是我们要 复制你的版本 各位 我们要找那些 我们要的人 我们要找那些 要做的人 各位 没有人告诉你 我想做这个生意 没有一个人 晚上就这边 我们有 今天晚上 我们有53位朋友 没有了 一开始告诉你 这生意 我一样 没有的 各位是吗 如果今天 你讲出来 还没有讲 这个生意 我要的话 这个人 他不是天才 就是百姿 各位是吗 他通过一段时间 用了产品 被产品感染到 他产品不错一下 他开始 怎么想免费吃产品的 怎么免费吃产品 只要你参加了 过后 然后用产品之后 我们可以累计分数 然后我们跟别人 分享这个产品 然后人家买的产品 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是赚人家钱 我们也把这个健康 带给你一个人 我们就可以每个月吃 免费产品 就这样子 你会发现 今天我们在找那些 跟我们一样的 那么首先 你要成为那个版本 各位 所以我们都希望 找到什么 找到将军 找到那个hero 找到那个战士 我们讲那个Warriors 但你要首先 成为那个Warriors 如果今天你不是Warriors 如果你是住宅 你早就住宅 各位是吗 今天我们想要找老鹰 我们本社成为老鹰 各位是吗 所以我们那天 我不知道是听谁讲 小燕还是书 哪个人讲 你讲过老鹰 老鹰的过程当中 他活在40岁的时候 他必须做一个 可能有很多老鹰 不能做的一个动作 就是他只要在40岁 他的啄 他的爪 他的羽毛 全部都已经是老了 他必须这个动作 就是把他的羽毛 全部拔到完 把他的啄 全部拔开 然后那个叫啄 嘴巴的啄 那个啄 然后悄悄地做为止 然后呢 在山山里面 三个月过后 重新挡住新的 做新的 找新的 喊巴拉新的 他又可以再重新活 30年 这是整个故事 这老鹰的70年 中间他有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今天 你敲一下 哎呀 痛的话 那各位 你的年龄只有40岁了 所以今天 在这生命里 你必须要做出一些 开始的时候 是人家不想做的 人家认为你很难的 你要做这种东西 就是 人家不想做的 所以将来我们才能够 享受人家 不能够 想这种东西 各位是吗 所以你要成为了版本 那个模型 让别人成为我们这样子 我们先成为 哪一个模型 这个很重要 OK 然后第一点就是 我们要完成 每一个月的目标 各位 很多时候 你要为自己设目标的 那目标可以分很多种的 不一定是设 怎么拼啊 我设个月 我是Ruby 我设计 不需要的 你可能说我这个月 我可以 我组织里面 我可以 有50个 可能说我这个月 我要 这个 我本身要 2010个人 或者我的目标 是我这个月 我的组织里面 有100个的新的 这个会员 都可以设定 只要你每一个月 设定了目标 然后每一个月 要完成它的 只要你每一个目标 你每一个月完成 我们知道 大的目标 是由小的目标 完成 各位是吗 你把小的目标 每一个目标 你半年过后 你就看见 你在大目标 完成 所以每一个月 你要为自己定下目标 你要为自己 一定要定下 如果没有目标 就好像没有方向 这样子 在万年中的一条转 左三年 右三年 我们等了六年 什么事都没发生 所以你今天 一定要完成 每一个月的目标 而且设下 那个目标 这个目标很重要 那另外一点 最后点就是我们要 把成功当作是一个使命 什么是把成功 当作一个使命 各位 各位 我认真讲一下 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今天参与 小的目标 我们是没有回头路 各位 如果我们今天参与 我们只有成功的离开了 我们来这个生意 不是来玩的 不是来开玩笑 不是来投资一下时间 然后既然我们能够 在这个生意里面 已经有人证明了 两年到三年时间 能够把这一些东西完成 为什么我们要拖了好多年 各位 我们成人有一种病 叫拖延症 就是总是以为 有用不完的明天 有没有下个月 这样子 无所谓下个月吧 就下个月吧 如果今天 我们讲这个生意里面 如果今天开始 我休息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认为 我哥我就不想做了 但是 我的目标是 因为那一天 我去到泰国的时候 爸爸告诉我 Jackie You must be a black diamond on this year 老板给我一个使命 我坐在车后面的时候 我看着他 我算一下 就好像可以 这样子 Jackie You must do something You must be a black diamond on this year You can make it 老板这样子跟我讲 各位 所以大家刚刚我讲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这是我的使命 我一定要完成它的 而且是 我有能力完成它的 现在完成 black diamond 还是完成什么 diamond 因为在目前 我讲过 现在全世界 目前就一个 imperial diamond 在这个缅甸 上一个月 又有一个新的 Q1 imperial 目前 有两个 拼是没有人拿的 就是 presidential diamond 跟 loyal diamond 各位 如果今天 我们如果能够 完成的话 各位想想看 我们的祖宗18代以后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 这一辈子 他们的命运 就可以改变 各位 是吗 今天我们来 就是使命 什么使命 不是要完成 我们本身的任务 完成我们 天秋大业 今天只要把 这些小细节 做得好 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 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又不舍得 放一些东西 各位 是吗 你手上 哪些东西 一个是A 一个是B 但是你想要哪个C 你明知道这个C 是更加好的 但是你总是 不知道 该不该 放A跟B 对于我来讲 我比较 远港一点 我很舍得放 我觉得只要你 放下的时候 很多事情 就能发生的 我想讲 人是创造奇迹的 奇迹是有人 创造的 很多事情 是由我们 去把它做 People create business We make things happen We not We make things happen 就是 我们要 We create things happen 就是我们要 使事情发生 我们不想 等事情发生 那天 这个 昨天我们开会 这个 我们本地点开会 应该是 那个 我们这样讲 哦 我们 他叫我说 这一次 我又被邀请 在Success event 演讲 OK 演讲 其中一个 演讲者 不过要学英文的 你也知道 我的英文 是比印度文更差的 但是问题是 因为我 在Success event You must learn Your English for now 我相信 我在台上 能够把英文 发分的零零禁忌 从这开始 我要学英文了 各位很多时候 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做不到 我们在突破 各位是吗 你要突破你自己 如果今天 你还在做回 原本的工作 各位 一年过后 两年过后 你的生活 还是一样的 但是今天 我们在做一些事情 是跟之前的 不一样的 我们的结果 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把成功 当作是一个使命 是一定要完成的 使命之事 死都要完成的 命令各位 是吗 你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你一定要做到它了 总之来这个生意 在这边里面 我们只有一条路 我们没有后路 人家告诉我们自己 哎呀 做不好 也无所谓的 做不成功 都无所谓 No 来这个生意里面 我们就是要把它做好的 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领导人 真的很努力的 真的很付出的 很多时候 我都很佩服他们 这边去 那边去 我们付出时间 付出金钱 但是我们 我们不是看 我们不是看 现在的收入 各位 直销业里面 是很多人在看什么 看现代的 付出 就想看到 那是打工的 那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也未必 现在马上做生意 就有收入的 但是直销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倍增的 它是现在做的东西 你看不到什么收入的 但是它在半年过 它的倍增 是很像的 各位 所以 努力的意义 就是以后的日子 你放眼光去 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各位 我在想一下 如果今天 我们每一个收入 如果是都有 马币 我不要想到 狼王赛克了 各位 我只想一个很简单的 每一个月 我们的收入 有新币 2万块 马币 60千的收入 各位 我可以讲 我们的生活 真的是 多知多采 如果今天 不把这个生意 认真做的话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多摘多 那我们不知道 各位是吗 所以我这样 只要把这个生意 认真做一次 我这样认认真 各位记得 你要很认真的 不要假装认真 因为结局 结果不会陪你演 各位是吗 你一定要很认真的 你看到你每一天 都是 都是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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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积极的 你看到每一天 都是都是希望 因为我们知道 OK 接下来 successment会走下世界的 福利宾开过 就知道印尼了 总之 现在你要知道 我们手上的这一把 这一把钥匙能够 用那个密码 3456 敞开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金钱 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之所 给你知道 所以各位记得 不管今天 你是刚刚开始 还是你做几个 所谓 从现在开始 完成一个 纯新的自我 明天就让自己 走出去 走出家门好事来 不一样 待在家里 再过半年 我们还是一样的 就看那个 那个马克兰就换 全世界最贵的船 是病船 不要今天 OK 我们讲 有种药 千万不要吃 不要半年 一年过我们吃 后悔药 这个药是没有能买的 OK 不要让自己 遗憾众生 OK 那么希望我们 在这个未来 这半年时间 我相信马来西亚 新加坡 OK 甚至菲律宾 我相信会非常棒 然后半年 一年过后 我们可以都可以 每一年的 笑傲江湖 OK 谢谢大家 OK Thank you 谢谢Diamond 谢谢我们的 No.1 来给我们的 No.1 打上 One 好不好 我们的 唯一 真的 Jackie 今天讲的 肺腑之言 你们有听到吗 金钱难买早知道 后悔没有特适遥 这句话我听了 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很真 财富自由对你而言是什么 睡到自然醒 还是你随时随地 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东西呢 选择在于你 时间不怕长短 如果你愿意辛苦一阵子 你可以保证 享受一辈子 为何不可能 那 今天晚上的时间也不早了 那在我们结束之前 让我先 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 现在 的 那个 促销活动 好不好 来 Marcus Tucker 麻烦你 还没说 Marcus Tucker 这样快就放音乐 给我们听了 来 Marcus Tucker 我们的slide 我们的promotion 哈哈哈 这个出销已经没有了 来下一张 到15号而已 我们的 Svera Plus 新加坡的出销已经完了 OK 来 新加坡 现在目前有的出销 从昨天16号开始 到这个月尾 等一下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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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 我电脑 不好意思啊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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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手机喝的不够多 拿一点鞋子给他喝就可以了 哈哈哈 好 可以了 好 谢谢感恩 那我们的Nutriga 中药三宝 还有我们的那个 FRR的科技 中西合并的一个科技 现在有特别促销 三盒只要160元 新币 700PV OK SOD 80元的会员价 已经很便宜 现在有更优惠的价格 三瓶只要210块 一瓶 大概70块左右 800PV OK 然后这还有就是我们的FytoV FytoV帮我们做排毒的功能 帮我们做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青道夫 三盒只要120块 OK 然后那个PV呢是 sorry 看不到我的PV PV是480PV 480PV OK 促销是16号到30号 来下一张 那我们打从开 月头就开始1号到6月30号的那个促销 买一盒Flow 跟一盒Target 97块钱 然后F4跟FytoV Leaf 有90 两盒叫98元 昨天有人在问FytoV Leaf的那个促销 这边就有那个促销 还有我们的Body Chair 就是我们的沐浴露 跟我们的 那个Lotion 22元 然后我们的 碱性 纯净 矿泉水 OK 基700新币 可以在家额外送多一套的那个 那个滤芯 这个很划算 那个 那个Filter 新的那个 多一套Filter 都要200多块 那现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比赛 就是产品 你只要做一个产品的那个 视频播放在你们的网 网路上面呢 优胜朋友可以获得一个 Svera Plus 这个比赛是从 4个月 6月10号到30号截止 OK 6月10号到30号截止 任何的产品都可以做 然后还有就是 有新品上市 马来西亚现在有推出新的 EcoBand 就是我们的比 那 价钱也不是很高 只是2Ringit而已 2Ringit 两块马币而已 那可以的话 尽量买了 放在我们的工具包里面 去到外面见朋友的时候 就有产品在手上 我们可以拿来写 我们的那个 application form 然后我们新的 product catalog launch了一本5块钱 在马来西亚 A4 size的 很专业 很有资讯 很多资讯 所以还没有 朋友赶快去买 来 那还有 马来西亚有一个 sponsor的campaign 你sponsor 你同月里面 sponsor越多 executive 你得到的产品 越多 OK sponsor 5个到9个 得两个 咖啡 sponsor 10个到14个 获得一盒 一支 vera exvera plus 那以此类推 最高的奖 就是三支 exvera plus 25个 executive 以上 要sponsor 25个 executive 以上 那我们的 transform 1 and 2 500ml 500ml 500毫升 从 这个月的 这个是9号 是吗 8号到30号 有特别优惠 买6瓶 送一瓶 马币600块而已 OK 买6瓶 送一瓶 马币600块 那 马来西亚也有 FITOV的出销 但是他们有一个 更优惠的出销 就是买7送1 直到明天为止而已 因为他这个 出销三天 16号到18号 那 1015元 零级 买7盒 送一盒 OK 那如果你觉得说 买7盒送一盒太多 那你也可以 选择购买 三盒350零级 这一个呢 是从 16号到月底 16号到月底 来 再下一个 卡住了 好 马来西亚现在 Success Mall 已经出了 那个新款的 Shaker Bottle OK 新款的Shaker Bottle 那这个Shaker Bottle 只要14零级 那 如果 还没有购买的朋友 可以去索取 因为这个很好用 而且很环保 来 下一个 马来西亚的促销 还有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 脸部保养的 那个系列 就是有 那个 Brightening Cream 我们的Sun Block 还有我们的 洗脸霜 三个配 三个配成一套 只要250零级 那我们一样 在马来西亚 也有Flo 和Target的促销 290零级 FidoV Leaf 和F4的促销 298零级 那也有 那个冲凉的 和那个 护肤的那个 促销Body Chair 64零级 那还有的 还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他们还有那个 Probiotics的促销 Probiotics的促销 这个是325零级 这个是买几盒 买两盒 对吗 买两盒325零级 买两盒325零级 特价 OK 这个促销到30号为止 30号为止 来 还有呢 马来西亚 接下来的促销 就是 那个 Transform的 那个 Transform的 Soil Transform的Soil OK 买6送1 450零级 那我们的 大 大自装的 一个 1公升的 那个Transform 还是这个月 有特别促销 买6送1 有不一样的配套 你可以自己选择 配置 那是 1098零级 OK 那最后一个 那个 富富的那个 西流 我已经说了 那还有就是 我们的那个 邮轮的那个Bonus 我们邮轮的Bonus 是到下个 到下个月 7月份 截止 所以还没有 Qualify的朋友 尽快 就是 加油 加把劲 你还有机会的 OK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马来西亚的 Inspiration4 Inspiration4 就是在台上 Dr.Sidawi 会来到马来西亚 做一个 一天的 那个 Inspiration 那那些 达到 从去年 6月到 今年 7月 6月 达到 Bronze Silver 跟Gold 的聘级的朋友 都会 免费参与 这个活动 而且可以 在台上 受 Dr.Sidawi 颁发你那个 PIN 颁发你那个PIN 那那个 票的那个 票价 是在 30零级 30零级 但是呢 是受完为止 因为 听说今年的 场地 比较有限 所以 就是 尽可能可以 就是那些 达到 就是 聘位的 有优先选 去这个 Event OK 那还有就是 我们在 泰国的 Success 有一个 Success Party Night 是给 白金 以上 的会员 的一个 特别晚宴 特别晚宴 将会在 20号晚上 8点到 10点的 Crystal Ballroom OK 那穿着 是华丽 系列 所以你一定要穿 礼服 男士一定要穿 西装 这个是 Platinum 以上 那如果 那如果你在 6月跟 今年的6月 和7月份 晋升 达到 Platinum Q1 的朋友 也可以 就是被邀请 参加 这个盛会 OK 那之前 之前达到 Platinum 以上的朋友 都自动 有资格 参与 这个晚会 那只要 到 这个月 或者下个月 达到Q1 也可以 参与 这个晚宴 那 The Success 第21届 Out Swimming The Shark 就是 要 要比 鲨鱼更快 这个节目 将会在 泰国 20 就是 在8月21号 在泰国 举行 那马来西亚的朋友 将会是在 20号到 你们的班机 应该是 20号到 23号的配套 这个是 新加坡 新加坡的朋友 我是Juni 我是Juni 这个Sup 你让我补充 一分钟 再可以吗 可以 这个Sup Sup OK 那我想补充一下 关于这个Sup Sup Event 马来西亚是19号 新加坡是20号 19号我们到22号 OK 对对对 我还没有讲 还没有讲到那边 是 我是Promo一下 这个Sup Event 因为在马来西亚 已经不是说 2000块 就包到完的 现在机票 自己买的 它就是12块 公司会到 机场 就是借了1000 全部包到完 当然我们在星期 这个当天晚上 我们还去一个 这个轮船 在这个曼谷的 这个市中心 有个轮船 就是出去 回来大概是 一个小时 45分钟 在船最高上面 吃晚餐 这个Befet 那天老板 带我们去 真的真的 你可以看到 转到泰国的 这个市区 反正我想讲 就是Sup 对于那些 还没有参加 还在考虑的 Sup 我已经参加 7次了 就是连续参加 7次 这次是第8次 我可以讲 你进了会场之后 你整个人会烧到 离开了 如果你今天 你参加Sup 你告诉我 那个票 不止你跟我讲 你回来 我会把那个机票 全部给回你的 因为我知道 这个Sup 你必须要去 因为每次 我去到时候 我说 哎呀 我多么可惜 没有带谁 来这样子 因为Sup 会让你看到 真正Sup 会让你去找到 这个你要的东西 跟真正找到 你的无碍 所以我建议 这次 必须要去 看一次 因为价钱 也不是很贵 所以我希望 那些尽快 因为现在是 我们帮你 这个买机票 所以尽快 如果能的话 明天给我们 知道一下 我们就马上 跟你买机票 公司会收钱 二块 然后尽快 决定 因为 舍得 舍 还有 先舍后的 不得 就不舍 我希望大家 要认真 为自己的 为了想一下 先舍后的 OK 谢谢Jackie大哥的补充 对 马来西亚是19号到22号 新加坡是20号到23号 所以Jackie大哥刚才有讲 马来西亚 每个朋友要付费 零级1200凌 包括四天三夜 酒店住宿 event的那个入门票 还有就是 全程吃的 他有包 包括我们去HQ的旅行 和去看工厂 这个就是去参观 我们的泰国总公司 还有工厂 还有包括一个 就是晚上的 那个cruise dinner 这个是公司所包 还有就是 从泰国机场 去酒店 和酒店去机场 这两层 酒店的机场接送 也是公司帮我们包的 在这1200块里面 那新加坡的 也是同样的行程 260块 那不管你现在符合了 还没有符合 那些已经符合 最少Q1的 Platinum的朋友 你是自动 就是免费 公司全程付 你的这个 这个机票 跟这个四天三夜的 全程的这个event 那如果还没有 还没有符合的 那你就先交钱 那如果你在 7月底之前 只要你符合公司 就会把这一笔钱 退还给你 OK 那还没有买票的朋友 赶快去预订 那我 飞机票已经买了 event的票也已经买了 所以谁还没有买 赶快去买 因为现在的机票 还不是很贵 OK 那Full Payment 新加坡是Full Payment 260对 刚才我们讲了 就四天三夜 Plus accommodation Plus meeting founder 对 还有一个dinner session 就是我们去 Cruise的那个dinner session 所以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是一样 价钱 价钱不一样 新币260 马币1200 OK 然后呢 对 现在这个是 不再是2000块包到完 再是1200 然后飞机票是自付 自己另外订 自己另外付 那马来西亚公司很好 就是领导们 他们有帮你们在 订这个东西 让我们可以 让你们可以一起 一班飞机去 那我们新加坡 已经有好几个领导 和我们的几个伙伴 已经开始 已经订了 我们的票了 那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赶快 新加坡的伙伴 18号就到了 OK 来 还有没有 接下来就是我们 接下来的课程通知 6月份的课程通知 课程表 看一下 Market下一张 卡机摇 有些人会发现到 我眼镜有一点掉 这边先不好卡着了 对 你要announce一下吗 既然卡了 我看不到 我都先卡着 卡着 你要先卡着 卡不得好 对对对 我电脑都先卡着 我都讲电脑 要喝SOD了 行不行 基本上每个周五 我们都会在 没有请让你先复制 我们 对 我们第二期的 success杂志 现在已经连备领取 什么东西 第二期的success杂志 好好好 那那些 可以领取的朋友 大家赶快跟 你的上线领导联系一下 赶快领取 OK 记得记得 我刚才说的 金钱难买早知道 后悔没有特效药 能快就不要慢 能 能快就不要慢 好不好 那我们不是 想着财富自由 怎么样去实现 我们的梦想 而是 拥有财富自由的时候 你想干什么 就可以去干什么 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OK 好 还有就是重要的通告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户口 只要你是属于新加坡的户口 你在马来西亚买过的话 已经没有办法再免税了 现在国际化统一一致 你只要不是当地的户籍和ID的话 你是过 就是你过关卡 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买 任何一样产品 在任何一个 Successful的公司 都是要还税的 OK 已经没有的免税 以前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是免税的 现在已经没有了 从6月份开始 那OK 接下来就是 8号 8号过了 15号过了 22号 接下来Success Forum 20号我们有我们的Success Forum 将会是多重语言 OK 然后29号 我们有一个Transform the Talk 那个是马来文的 马来文的一个Transform the Talk 来 还有吗 没有了 我们就唱一首歌 来结束我们的今天的 的的的的的 的课程吧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